据报道 近日北京市通州区组织市区网信、公安、住建等部门 联合召开规范短租住房经营管理工作部署会 面向图家、爱比营、去哪儿、非猪等9家短租住房平台进行政策宣传 不合规的房源将自8月29日起下架 北京市住建委也向房东下达通知 称全市范围内房源暂不得开放经营 北京通州区民宿经营者吴女士表示 整个北京民宿被大面积下架 经营者损失惨重 下架不让开了 就下架了 那就是没收入还骗钱呗 那肯定的 一开始通州先下架 过去北京是全下架的 像我们这好多都是 他们有的都租五套六套的 租房了一年十几万 然后又装修物的投入 每个房子都投入几十万 现在不让干的 这不就是怎么说呢 都坑死人了 据规定北京民宿想上架 需上传六个证明材料 所在小区管理规约 或业主委员会书面同意的材料 业主身份证明 房屋全署证明 出租住房业主同意 房屋用于短租经营的书面材料 经营者身份证明 经营者与房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 签订的治安责任保证书 对此北京独立学者刘坤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当局要求的六个证其中有几个证非常难办到 绝大部分民宿将无法继续经营 他指出民宿行业垮台后 来自外省的人在北京住宿将支付更高的成本 这样很多不受政府欢迎的人 比如访民 维权人士等进京办事 将更加困难 新唐人记者李珊珊 陈杰 李佩玲采访报道